郭文貴議員 請大家提名時說你的姓名和代表傳媒機構的名稱 以下時間交給局長 首先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見面的目的 是匯報沙中線紅磡站擴建部分相關工程的最新情況 涉及的範圍是連接紅磡站擴建月台的北面連接隧道 以及南面的連接隧道 以及列車的停放處 大家都知道政府一直都很嚴肅處理沙中線紅磡站擴建部分工程的問題 港鐵公司在上個星期向路政署作出回報 我們收到的資料顯示 除了紅磡站擴建月台之外 在同一個工程合約裏面 有兩條連接隧道 以及列車停放處的工程 都發現是有施工紀錄缺失 以及未經政府同意而作出工程改動的問題 現時港鐵公司仍然未能向政府提交詳細的資料 所以我們對問題的規模和影響到目前所掌握的資訊仍然有限 不過基於社會對紅磡站工程的關注 政府認為是應該開城報公 及早公開交代事件 我現在請路政署署長陳派銘先生 向大家逐句講解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正如局長剛才說 我現在想說一說 關於在紅磡站合約編號1112抗建工程 以及列車停放處建造工程的一些最新的發展 我首先說一說 剛才提到三個位置在哪裏 大家看到黃色部分 就是沙中線紅磡站擴建月台 這個位置 在紅磡站、現時紅磡站的南邊 但是在東面 圖的 看到這裡向北 右手邊的方向是向北的 剛才提到有三個位置 第一個就是紅磡站的北面連接隧道 就是在這個部分 就是在抗建月台以北 另外就是 南面連接隧道 就是在紅磡站抗建月台的南邊的部分 而列車停放處 就是在紅磡站抗建月台的東面 然後我再給大家看一看 每一個 剛才提到的三個位置的一些 點營的切片圖 首先是北面連接隧道 紅磡站北面連接隧道 其實居有兩層的 上下兩層全長大概是125米 是連接紅磡站和河文田站的方向 整段連接隧道 都是用這個鋼筋混營土建築 以及以這個明滑回田方式去進行的 而紅磡站南面的連接隧道 它那個位置就是在紅磡站的南面 上層就是連接這個東西線 這個方向全長大約有127米 下層就是連接南北線方向的 全長大約是40米 這個連接隧道 亦都同樣是用這個鋼筋混營土建築 以及以這個明滑回田方式去進行 而最後 紅磡列車停放處 這個就是在紅磡站越台的東面 全長大約有500米 而闊度大約有280米 這個列車停放處的作用 它裡面是有11條的軌道 是作為去停放列車之用 而另外是有一條軌道 是作為列車檢查 以及另外一條軌道 是作為去清洗列車的 那麼這個結構 亦都是用這個鋼筋混營土 以及以這個明滑回田的方式去建造 那麼關於這個部分 在2018年的4月 港鐵公司 曾經是向成建商發出過一些不符合通知書 而是港鐵公司在這個 2018年的6月和7月 亦都向路政署報告過這個情況 但是因為當時提供到的資料 亦都只是說到是有這個不符合通知書的情況 但是沒有這個詳細的資料 所以我們也即時要求 港鐵公司提供一些更詳細的資料 以及繼續跟進 那麼去到2018年的10月 港鐵公司 都沒有提供一步的實質資料 那麼期間就 路政署就在我們那些 每月的項目監督委員會 都有跟進那個進度 那麼直至去到2018年的10月20日 港鐵公司 就至銜路政署 就指出了成建商就著紅磡站 北面面接隧道工程 提交的進工資料是不完整的 缺失的施工紀錄 包括有這個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 就是RISC4 那麼除了這個 另外還有就是部分 接駁位置 即是鋼筋的接駁位置 是由本來用這個鋼筋搭接的方式 改為是以螺絲帽連接的方式去進行的 而具體的資料和範圍 是有多少是改了用這個方法做連接的呢 那麼港鐵公司也都是 還沒有提供的 那麼另外呢也都有一些是 表示呢由於三項的工程呢 都是涉及工程紀錄不完整的情況 所以需要更多時間掌握呢 的完整的建造資料 那麼而去到1月24日 在政府和港鐵公司的會議上面呢 港鐵公司也都指出呢 那些工程紀錄不完整的 那些工程紀錄不完整的 那港鐵公司表示呢 大概是有40%這些的表格呢 是不能夠提供到是有缺失的 那或者我說多少少關於檢查 及測量申請表格是什麼呢 那麼根據港鐵公司的項目 綜合管理系統呢 在一些建築工序的安排呢 就會安排了一些叫 關鍵的檢查點 就是whole point 那麼在這些的關鍵檢查點呢 是必須要獲得准許同意 或者是沒有反對通知的情況之下 成建商才可以繼續進行下一步的工程 而在這些關鍵的檢查點 成建商如果是對於相關工作檢測 表示滿意呢 他就會向港鐵公司去提交這些申請 並且在申請中簽名 然後港鐵公司自己就會進行一個檢測 我舉個例子 如果是做一個落石市的工程呢 通常會牽涉到釘板 紮鐵跟著落石市的 那麼譬如在紮鐵完成了之後呢 那麼成建商是需要在這個關鍵檢查點呢 是向這個港鐵公司去提交一個檢查 及測量申請表格 以示呢就是說那些鋼筋的紮 屈紮的工作呢是完成了的 那麼是要得到港鐵公司是批准 同意它是按圖則完成之後呢 那些成建商呢才可以繼續去做那個落石市的工作的 那麼政府對於那個事件 那麼這次的事件呢也都十分之關注的 那麼在1月24號呢 就是說在之前提過前兩天的會議之後呢 也都立即去信港鐵公司呢 就要求港鐵公司是要詳細交代事件的 那麼包括呢是要 紅磡站北面連接隧道 紅磡站列車停放處 和紅磡站南面連接隧道的 施工的紀錄的不完整的情況呢 和相關問題的規模和程度呢 是要提供上一步的資料的 那麼我們也都要求港鐵公司就著其他工程 就是在這個合約裡面的其他工程 會不會出現類似的問題 也都是要求港鐵公司要提交一個 全面的評估去核實這一方面的施工的情況 還有要對事件對於屯馬線開通計劃 包括一個全面開通或者局部開通 是作出一個評估的 那麼路政署就在1月28日 就收到港鐵公司 那個日期是1月26日的回覆 就表示港鐵公司在最近的檢視的時候 就發現了紅磡列車停放處的施工紀錄 也都是不完整的情況 此外呢港鐵公司表示 就會就紅磡站北面連接隧道 整合成建商的修訂圖 以及會聘請一些工程技術顧問去覆核建造紀錄 以及去修訂設計圖 那麼港鐵公司也都會就紅磡站 南面連接隧道和紅磡列車停放處 是進行類似的步驟的 那麼路政署就認為港鐵公司的回覆 都仍然是未能夠全面交代到事件 包括施工紀錄 包括施工紀錄 不完整的具體情況 相關的問題的規模和程度 都是未很清楚的 還有事件對於屯瓦線 全市貿易局部開通的規劃的影響 政府會嚴肅跟進事件 亦都要求港鐵公司盡快提供了一部資料 並且再次提醒港鐵公司 作為沙中線項目管理人 是有一個不可推卸的責任 是要確保沙中線項目施工 達到應有的水平 而對於港鐵公司作為沙中線項目管理人的表現 我們是感到遺憾的 以下我就請屋瓦署長再作出一些補充 大家好 我希望作以下的補充 按一般的程序 港鐵公司在工程完成之後 會按規定向政府提交進攻證明書 我們通常叫做Certical of Composition 和有關資料 包括一些紀錄圖織 建築物料的測試報告 去證明有關工程 這些按照政府同意的圖織 設計要求和定名的規定完成 就著紅磡站北面連接隧道 紅磡站南面連接隧道 紅磡列車停放處的工程 港鐵公司到現在還未向政府提交所需的進攻資料 所以政府在現階段 都未能夠充分掌握工程 和政府同意的圖織設計 有什麼不同 我要補充任務 好,謝謝三位 那我們以下就開始提問時間 那邊第二行 右手邊那個 那位女士 你好,東方日報 我想問呢 因為那個RISSC form 其實是要承建商港鐵 去簽好 去核實那個安全 才可以去做下一步 其實現在是沒有了那些紀錄 其實那個安全 其實是沒有馬虎呢 是否確保不到那個位置 其實是有沒有安全問題 還有昨天在聆訊 其實也有說 東西南北線 還有一些公子鐵 是未拿走的 其實那些公子鐵 是做臨時支撐的作用 其實想說是 是否都會有個安全的隱憂在這裡 麻煩你 多謝這個記者提問 我們現在就是 只知道 那個部分的一些RISC form 是港鐵公司未能提供到的 那麼它在1月24號那時候 表示現在未能提供到的紀錄 大約是有四成左右的紀錄 是提供不到的 那麼所以呢 就對於這個情況 我們是認為 它必須 港鐵公司 必須要是 去確保 那個施工的質量 是符合到那個要求的 那麼 現時的階段 只可以就是說 我們是知道 那個情況是不理想的 是沒有足夠的資料 去確認到施工的質素 但是呢 我也想強調 也不代表即時那個結構是有安全的問題 我們是需要港鐵公司 正如我們剛才說呢 就要去採取一些措施 去核實究竟 那個工程的質量是怎樣 還有呢 去進行下一步 如果是有需要的時候 是有些什麼的措施的 就住關於是在那個洪磡站那裡發現一些工字鐵呢 其實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最近路政署的職員 是去洪磡站的工地去巡查的時候呢 就發現了在這個洪磡站的東西走廊月台 層板的底部裡面呢 是有一個 那個表面呢 是顯示到一個工字鐵的 那麼我們這個發現呢 是去年的十月二十八號 我們的巡查那時候發現的 那麼我們也都即時在 一月初呢 也都發信了 發了一封信呢 就是給港鐵公司呢 去詢問他究竟這個工字鐵呢 的作用是什麼呢 那麼現在我們還是等著港鐵公司的回復 那麼所以就暫時呢 我們還未可以確定到 這個工字鐵的情況 或者我補充一下 剛剛陳主長也說了 在現存我們那個資料 並不完整的情況之下呢 港鐵公司如果是稍後 他作了全面那個資料搜集 甚至是按他一些是圖片啊 紀錄啊 仍然未能夠完全掌握那個情況呢 他就需要是參考 這個全面評估策略 是做一個全面的分析 然後呢 是確定那個建築的細節 以確保這個是結構安全 鐵路安全和公眾安全的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他們先可以呢 是向這個屋外署長呢 是遞交這個是進攻證明書 那個是步驟的 好 我們下一條問題 這邊 第二行的位置 蘋果一報的 兩件事 首先第一件就是 剛才提到就是 政府在四月 上年的四月 已經收到那個叫做 不符合 sorry 六至七月收到那個 不符合通知書 可不可以講講 這個不符合通知書的內容是甚麼 第二樣就是 既然政府在這麼早的時間 已經知道了 那麼 為什麼到今天才會公佈呢 是否想避開那個委員會的調查 還是打算再開一次委員會去調查這件事呢 我答一答 首先呢 這個 那個 位置呢就是 就是 剛才說的那個 紅磡閘的 北面連接隧道 南面連接隧道 以及這個列車停放處 都並不是在 紅磡閘的擴建部分 那個月台層板 那個範圍裡面的 那從剛才顯示這幅圖 也都看到 那個位置上呢 是並不是在那個 紅磡閘擴建月台那個部分 那所以呢就不是說我們 想避開在 調查委員會裡面 去做那個調查那個時候的範圍 那 至於為甚麼我們 去到今天才知道 講這件事出來呢 那 我們去年六月七月那個時候呢 我們只是收到那些公司 是會提交一系列的 那些不合格通知書 當時我們只是知道是有一些 其中的一些RIC form 是不齊全的 那這個資料也都非常之有限的 事實上去到今天的資料 也都是 仍然是非常之有限的 那是直至去到 今年的一月呢 在我們再三個追問之下呢 我們才可以 知道多一些的資料而已 而是去到 1月24號呢 港列公司才可以說到 就是那個 那個 RIC form 不齊全呢 是去到有 40%那麼多的 所以我們覺得去到這個階段呢 那個事件呢 也都 比較多資料可以 發放 雖然現時我們 都仍然是要求港列公司提供更多的資料 所以呢 就我們知道這個情況呢 也都 知道公眾對這件事件關注 所以也都在 不是太多資料的情況下呢 都立刻呢 就向大家公佈這件事 好 我們第三條 那邊 第二行 白色衣服那位男士 南無妻 我有幾個問題 可以說 可以介紹一下 哪個新的問題 因為公司的新的問題 和公司的新的問題 而在公司 公司的位置 公司其中兵 保持有限制 和公司的公司 公司 公司其中兵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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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pers Limited informed us that in three parts of the contract 1112, that is the north approach tunnel, the south approach tunnel and the home home stabling siding, these three parts of the con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the records, that is there are insufficient records, the records refers to the request for inspection and survey check forms, which is a record for confirming whether the contractors has constructed the works according to the drawings. Recently the MTRCL informed us that the insufficient RISC forms is as high as 40% of those records cannot be found. So we consider that the incident is serious and so although we only have very limited information, we would like to let the public know the issue and we have requested the MTRC t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deficiencies and the actions it prepares to take. As we got the government liability, I must say that the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make every endeavour to ensure structural integrity and railway safety. And if in the process MTRC is unable to secure documentation and records to demonstrate in full the construction details, then they would have to refer to the holistic assessment strategy, similar to the home home station handling, so as to prov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that the installation construction ar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building code, the structural safety and all the necessary safety requirements. Okay, we'll go. This one's first one. This is the first one. AM730,王嘉儀.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另外也想問昨天調查委員會說到警方檢測那裏有11毫米的午差 其實現在是否代表超聲波的檢測是有問題 需要改變檢測的方法 或者我先回答安全隱憂和超聲波的問題 然後就合約請陳市長稍後作個補充 超聲波探測螺絲頭和螺絲帽 究竟有多少部份有良好接觸呢 這個科技是經過一些專家推薦 在我們採納港鐵的建議用陣式超聲波去探測螺絲頭 究竟有多長的鋼筋直入螺絲帽的過程裏面 港鐵公司專家組和政府團隊 是要求在這個實驗室裏面 進行了一系列的驗證的工作 包括這個鋼筋在一個受到張力和壓力的情況之下 以及模擬一個實際的情況 埋在鋼筋裏面進行一個檢測的 在實驗室的驗證過程裏面 是確定了那個量度的長度 是有一個量度的誤差是三個毫米 所以政府亦都用這個三個毫米作為一個量度誤差的標準 我們會嚴肅跟港鐵和專家團隊去跟進 看看在現場檢測的程序 是否有些原因令到讀出來的數據 以及實際的長度是偏差的原因 然後決定下一步的跟進工作 至於安全隱憂方面 我相信現在我們所說的 是一個資料不齊全的一個現象 以及它有部份的公罪 是未經政府同意 而是它先行啟動的 這兩個情況 我們剛才陳主張介紹得很清楚 我們需要港鐵公司 是就著它手上的紀錄、資料、圖則 以至於上面做一個全面的審判 如果它是找齊所有的資料的話 當然這個是儀團得以解決 如果它是在所有的方法 都是找不齊所有必須的資料證明的話 它就需要考慮 這個是全面評估策略的方案 去作一個核實 以及演算和決定 那個結構是否安全 以及整體的安裝 是否合乎我們的要求 至於合約方面 我請主長提出一個補充 關於RSC不齊全的情況 剛才我也有介紹過 根據現在港鐵公司的合約管理系統 它是需要承建商提供一個RSC 去給港鐵公司去核實 那個核實的過程 就要是當承建商認為 他們自己做完 從承建商自己的檢查之後 認為滿意 以及符合到圖則的要求 它就會發一張檢測和測量申請表格 給港鐵公司 港鐵公司收到這個方案之後 它就會按合約去檢查工程 是否做得妥當 所以這個程序應該就是 先由承建商去提供一個申請表 然後港鐵公司去核實 要核實 港鐵公司認為 已經符合圖則和合約的要求 它才應該容許這個承建商 進行下一階段的工作 所以如果這些方案 如果是未找得到的 我們就不清楚那個工序 究竟當時進行的情況 現在正如剛才所說 港鐵公司是需要去找回所需要的證明 去釐清究竟那些工程 是否已經按合約的要求去進行 另外剛才這位朋友問合約 這個紅磡站擴建工程的合約 主要包括紅磡站本身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調查委員會進行聆訊 另外就是陳處長剛才所說的 就是北邊連接隧道 南邊連接隧道 以及列車庭放處 主要是這四部份 右手邊第二項有線電視 你好三位有線電視王浩然 想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想問 其實那個署長提到 除了缺失部分 是有那個RICS RISC form是不見了之外 還有部分的連接位置 是由鋼筋搭建的方式 改了做螺絲模連接的 可不可以署長解釋多一點 這個改動是否就是你所說 沒有根據政府的要求去做的改動 以及詳細一點說是改了些什麼 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提到 那個RICS form 就說有個缺失在 就說不見了四成 那其實究竟是不見了 還是一開始已經沒有簽到這件事呢 就是分別因為都不同的 如果是不見了的話 是否其實是港鐵不見了 還是成建商不見了呢 那如果是不見了的話 那個後果是怎樣 又或者其實沒有簽到那些方式 那個後果又是怎樣呢 還有剛才提到就說 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已經收到港鐵的匯報 那又說不見了這些方式 那為什麼政府會容許港鐵 在半年都還交不到這些方式才公佈呢 還有到現在為止 他們交不到他們那個理據在哪裏呢 會容許他們那麼久都不交 那你們說希望他們盡快交回呢 會不會有一個限期給他們 如果他們都還交不到的話 會不會有些後果或者罰則呢 謝謝 或者我說說那個 由這個搭接的方法 轉做一個 用一個螺絲帽 在做一些 鋼金銘形土的工程的時候 第一個紮鐵的工序呢 因為每一條鐵的長度都是有限的 通常是12米 那如果我們剛才說那個 譬如說那個 紅磡的列車停放處呢 它那個面積呢 是去到有500米長 280米闊 那就是一條鐵呢 其實不可以說是 可以一條連續的鐵 去組成那個鋼金的部分 必須是要由一節節的鐵去連接而成的 那所以呢 連接的方法呢 其實就 都有不同的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呢 就是 在一些部分呢 是 兩條鐵呢 是有部分呢 是大家呢 是重疊一起的 那麼那個重疊的那個 長度啊 還有那個方法呢 都是有一些 要求的 那麼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另一個方法呢 就是 用一個 螺絲帽的形式呢 是把兩條鐵呢 是連接在一起的 那麼 那麼 在 批准了這個圖則呢 就 有部分那些 原本是用一個 搭接的方法 就去做 連續一條鐵 這個方法呢 就是 講理公司表示呢 是有部分的 這些 這樣的 接駁呢 是利用了 一個 螺絲帽的方法 去接駁的 那麼 這個是一個 轉變來的 那麼這個轉變呢 就是 它是需要通知 政府 是 政府同意 它才可以 進行的 那麼 這個就是 你第一個問題 關於那個 改變 那麼 第二個呢 就是那個 那個 RISC 方呢 就 它 所謂是 不見了呢 其實就是說 它 未能 提供到 就是說呢 它是 要 它完成 員工那時候呢 它都是要 港列公司 都是要 核實回 承建商呢 究竟是不是 所有的工程 是符合那個要求呢 它才可以 去提交 員工證明書 給屋宇署去審核 那麼 這個程序呢 它自己 現在 港列公司說呢 就是它未有足夠的 這些 RIC Form 去 確認 承建商的工作 是做得 可以跟合約這樣做的 那麼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 現在呢 如果是 未有這些 這樣的 RIC Form 未得完整 它是需要用 要是它就可以 如果是說 因為是 擺 現在是 不知道擺哪裏 找出來 這個 它可以找出來 去證明 但是如果不是 當時如果是 未有 去簽署 這些 證明 這些方法呢 它是需要利用 剛才局長說的 其他方法呢 去證明 這個工程呢 是符合到 那個要求的 現時呢 我們是 未知的情況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先 剛才都說 我們要 港列公司提交 進一步的資料 究竟 那個具體的情況 是怎樣的 或者我也補充一下 如果剛才 大家記得 處長他都說了 在2018年的6月 7月呢 其實呢 港鐵向承建商 發出了一個 叫做 不符合通知書 也都他們已經是 發現了一個問題 那麼當時呢 是他們呢 是承諾 是跟這個承建商呢 是跟進那個 資料那方面的 工作的 那麼在這個 這樣的 理解之下呢 我們 相信 他希望呢 他在那個 跟進的裏面呢 可以把有關的資料記錄 可以拿出來 那麼當然了 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我們 陸政署的同事 都跟他保持溝通 和聯絡的 那麼 處長剛才都說了 直到去到1月24日的時候呢 那就是 是不是1月24日 他就通知 基本上呢 有40%的 RISC form 是缺失的 那就是某個程度上呢 是基本上呢 這個應該都是 再找不到的了 那麼當然 我希望他找得回來了 那麼 但是去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大家就去到一個 轉捏點了 那麼這個轉捏點就是說呢 在一個40%的RISC form 是不能夠提供的時候呢 我們剛才說了 他就需要考慮一下 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包括全面的評估策略 去確定設計 在施工和實際的建造的細節 去確定那個結構安全呢 那麼這個就是 我們需要向大家匯報的 但是你說他那個跟進工作 做成怎樣那裏呢 我們一直有跟他 是是是是是是是 聯絡溝通 和敦促去做的 那但是去到一個點 我們叫做 是一個叫做轉捏點的時候 我們覺得有需要 是及早 和盡快向大家公告 是 交不到這些方法 有沒有法則呢 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著眼點 就分開兩件事 因為第一就是 講一些公司 是我們的項目的管理人 那麼他有一個責任 和義務呢 是按政府 是托付他做的工程 或者是專業和去處理的工作 那麼如果在這個過程裏面 或者我們日後那個調查裏面 發現他有缺失 是導致政府有不必要的損失的話呢 那麼我們是保留這個是追究權力的 好 我們下一條問題 在這邊最後那邊 講台 觸問台先 觸問台先 對 各位你們好 不好意思處長 可不可以再解釋清楚少少少呢 剛才那個接駁方法呢 你就講了有很多個 其中一個就是螺絲帽 現在就是他用了 但是可不可以講一下差別 跟本身那個 現在他改了之後 究竟是沒有那麼安全 承受的能力沒有那麼高 是不是有這樣的差別在這裡呢 那麼另外都想問回 就是如果到時候他沒有了所有紀錄 現在又落了石屎了 那麼要檢查一下究竟 安不安全 或者一些東西是否有偏差 有什麼方法是可以做到這個檢測呢 另一方面就是那個監工的問題 現在就講到所有東西都是港鐵決定 究竟是否下一步可以做都是港鐵決定 那麼政府在那個監工過程的角色是什麼呢 為什麼所有東西都是由港鐵決定的呢 最後就是想問回 現在只是那個紅磡站擴建工程那些的鋼筋 都已經是搞了那麼久 都沒有一個結果可以出來 現在連那個檢測方式都有問題 今天又再有三個地方出現這樣的問題 可不可以說已經肯定 基本上這個沙中線要通車都很困難的了 當局是一定要研究一個局部通車方案先 否則如果這件事再拖下去要拖多久呢 謝謝 我相信這位朋友的說法 是相對是比較悲觀的 那此其一 第二也都希望大家明白 是政府團隊的監察 這個是港鐵公司推行這個工程 亦都有很多層的監管和一個管理的工作 稍後可以請陳主張補充 但是就著現在我們是面對那個情況 港鐵公司是需要提加一個建議 它怎樣可以在欠缺這個足夠的紀錄和資料的前提下 是可以確認那個實際那個建造的細節 是符合那個合約 甚至是這個結構安全 這個是基本上呢 他們是需要進行有關工作 而政府呢 都會很嚴肅去跟進的 並不存在政府呢 是沒有參與 好嗎 那這個我想希望大家明白 那至於在那個工程的推進那裡 我請陳主長做一個補充 剛才問及呢 就是不同的接駁方法呢 其實不同的接駁方法都是 是可以是容許的 就是剛才說的一個就是 有一些 將一些貼是有些重疊 這個是一個比較常用的方法 而用這個螺絲頭去接駁呢 是在某一個特定的情況下 都是容許的 當然就那些物料呢 是必須經過是 批准才是 可以用的 即不是隨便 任何一種都可以用的 所以那裡呢 是需要有一些程序呢 是要確保那些 螺絲頭的物料 和它的工序呢 是做得妥當的 所以這個呢 就不是說用不同的方法做呢 是會構成一些危險的 而那個建造那個方法呢 或者那個監管那個工程呢 我想再強調一點呢 港鐵公司呢 是受政府委託呢 是去進行這個沙中線的工程呢 是作為一個項目的管理人的 而是項目管理人呢 他是有一個不可推卸的責任呢 是去為了這個工程呢 是進行他的監管的工作的 那也都不是說政府呢 就只是全部東西 委託了給港鐵公司 那我們也都是有一個 用一個監察和核證這個制度 那也都是有我們的同事 和我們也都有一個監察和核證顧問呢 就去監察這個港鐵公司的工作 而我們也都是在不同的層面呢 有和港鐵公司是保持一個 非常之緊密的聯繫 那它是有責任呢 如果是當工程有問題的時候 是要通知處方呢 那等到我們是知道去處理的 那所以這個責任呢 其實港鐵公司呢 是一直都是需要是肩負的 那我們在那個過程之中呢 我們也是會保持一個 很小心去看著這個港鐵公司呢 它是按我們的委託協議 它所需要負擔的工作呢 是這樣去進行的 我知道傳媒朋友都很關心就是 那個是連接鋼筋的安排 由一個轉到第二個 為什麼是需要政府同意呢 有什麼分別呢 我請張處長跟大家解釋一下好嗎 謝謝 請張處長 就著如果剛才提到 現在鋼筋呢 要是一條鋼筋木 長度是有限的 所謂陰影的地盤 或一個建築構築物呢 它需要重疊去變成 連繫一條很長的鋼筋 一個方法就是 傳統做法就是 搭接形式 即是鋼筋 一定要長度去重疊 另一個方法就是 可以用一些螺絲模 將兩條鋼筋連接了 連繫一條鋼筋 那個要求的技術不同 因為如果你用螺絲模 形式 變成螺絲模 是要一隻政府認可的種類 在現場的技術要求又不同 因為當你一批螺絲模運到現場 是需要做一些物料的測試 證明是達至一些技術的要求 所以如果它是由搭接鋼筋 轉到一些螺絲模去鋼筋 變成要做一些螺絲模 是否認可的種類 螺絲模運到現場 它的組件需要一些測試 這些技術要求要符合 那邊第二行 啡色衣服的那位女士 你好 有幾個問題想問 我是名部的 我叫鍾賢 有幾個問題想問 首先就是剛才說回 現在紅磡站調查委員會 剛剛完結了所有的結案層次 其實都完結了 但是其實看回SAT和NAT 那兩部分隧道 其實都是連續長工程 其實是否應該要在委員會裏面都調查 現在委員會的調查是否有不足呢 另外其實都想問 究竟不見了那40%的RSE form 是一個什麼時期 去到什麼時期的一些表格呢 另外也都涉及什麼類型的工程檢查 在裏面要做呢 第三個問題想問 就是這個承建商 和合約狼 是否都是1112 和是否都是黎頓呢 最後就是那個超聲波檢測 現在見過誤差多大 那其實是否所有的檢查都要重新再做過 現在政府所提出來的那些數據 是否都不準確呢 謝謝 我想就著合約1112和RSE那裡 我請陳處長回應 跟著調查委員會和超聲波 我跟著再回答 首先講那個NAT和SAT 其實我看一看 剛才我也介紹過這些圖 其實它的結構 並不是用一個連續牆的方式去建造 它是用一個明滑回田的方式去做 所以那個其實和在這個 紅暗站的月台的建造方法 是有些不同的 不過它同樣都是一個 鋼筋圍形圖的一個結構 所以裏面也是一些 一些釘板、紮鐵、駱石屎這些一般的工序 那麼那個合約是 剛才講的這三個部分 即是南面連續牆 南面的連接隧道、北面的連接隧道 和列車庭放處 都是1112工程合約的一部分 而那個合約也是由禮頓建築公司 是作為那個承建商的 那麼 現時我們仍然都是未清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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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有一些 那些 那些 收益 想要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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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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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鋼筋長度這個安排之前 在實驗室做了很多的驗證工作 亦都是就著那個量度的方法 它的誤差 蝙蝠也是找到一個參考的數據 事實上我們大家都知道 跟我們理解的實際 將鋼筋抽出來 實際量度有一個差距 所以我們就需要去仔細研究 找出那個原因 究竟是在量度的過程中 是有些什麼客觀的因素影響 還是在現場環境有沒有影響 我們要找出一個原因 才可以再作進一步的決定 因為大家如果做過實驗都知道 有一些我們叫做量度 叫做calibration 叫做校正 就是說讀出來的數是2 但實際是3 如果讀出來的數是3 如果實際它的數字是4 它就有一個diviation 一個誤差 就是1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量度的數 加上誤差 變成正確的數 但這個是不是這樣 我們還未知道的 所以是需要時間去仔細研究 找出它的成因 然後才可以作出一個判斷 至於剛才這位朋友說 調查委員會的工作事發不足 我們要很清楚 現在進行的調查委員會 重點它的工作範圍 是局限在紅磡站裡面的紮鐵工作 尤其是說清楚 我們說是連續場 以及層板那方面的調查 現在我們向大家公佈的三個區域 都在這個調查委員會的工作範圍以外 當然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會參考實際的情況 看看下一步的跟進行動 多謝 我們下一個調查委員會的問題 董事長 我請教英國新聞 第一質問 關於改變的建範圍 前進行政府的承諾 是否令建範圍更安全 什麼樣的分別 第二質問 政府可以否認同 你們覺得這些事 或這些事件 或這些事件 這些新的事件 是否可以接受 和MTR 再次做了一份的事件 作為主管的事件 第三質問 是政府會待 indefinitely 為MTR 提供的資訊 或是有限定的 就是當我們可以 得到所有的資訊 最後質問 關於討論的訊息 跟那樣的訊息 可我們繼續相信 前進行的訊息 為何不再改變 再次再次一步 should there be a conclusion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come up with all these documentation and records then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the holistic assessment strategy to ascertain the design details installation details and as constructed details so that the the public and the community will be assured of the structural safety and railway safety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is one and in relation to the ultrasound I have earlier described the kind of measures we have taken before we adopt the face area ultrasound technology in fact we have asked the laboratory and testing team to conduct various arrangement of testing when the steel bar is under tension under compression and when the steel bar is being embedded in concrete so as to stimulate or to simulate the exac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in in the forest lab testing and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we have ascertain the measurement error would be roughly about three millimeter and therefore we take that as a reference but given the the latest observation then we need to uh look into the matter very seriously find out the reason and then uh before uh we can make uh a judgment as to how to proceed further in regard of the changing of the bar and connection may i ask uh dr jen to supplement thank you regarding the changing of from that bar to using copper for collection actually there will there in safety asset there will be no difference when the verse are properly document and properly test and properly supervised well in that way that means when the mprcl mprcl mpr what wish to change the design they need to submit a consultation submission to the government for agreement so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impose the requirement technical the necessary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n that if that is properly done and after the acceptance of the changes decide there will appropriately test and then there will be definitely there will be no difference in the safety level i will leave to to leave it to defer to uh director chen to comment well um according to the uh project management procedures of the mtrcl for some uh major works procedures there needs to be some whole point by which the contractor has to submit a request for inspection and survey check form to mtrc to enable the mtrc to carry out a check on the works quality of the contractor and in this case it appears that the mtrc has unable to provide this rrc form and so we consider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trc in this respect we consider they're not performing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h uh entrustment agreement and we feel regret about this uh our last question uh that one that doesn't work uh now tv sorry 你好啊局長和處理長 now新聞台 于俊 想先問一下剛才說的搭接和轉螺絲母的問題 都是想問一下 因為你們說到好像兩個方法都合作的 只是他選了另一個方法而已 但其實事實上就是他沒有入職 沒有跟你們說 其實想問這個做法 其實算不算是成建商私自更改了的圖織 以及其實對那個承載力是有沒有影響的 另一個就是其實現在出現一個缺失的情況 就是四成的資料都不見了 可能是不見也可能有人是故意銷毀了 會不會考慮一下就這個情況是報警處理的 關於說鐵的切剝由搭接形式轉做螺絲母形式 在建築區來說兩個方法都可行的 在結構上只要它的螺絲母是一些政府認可的種類 那當它組的時候 那些每批運去地盤的螺絲母 要做一些必須的測試 即是組叫進來測試的 證明都是合乎生產商的頂標準 那如果是這樣的用法 當它裝的時候有適當的監管 那應該沒有分別的 現在就要看它正白提過就是 它有沒有一些RISC方 證明都是有Properate Superise這些工作 好 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去到目前為止 因為其實港鐵公司它都在去年 亦都向我們報告了 它是提供 或者它已經發了一些不合格通知書 給那個承建商 所以我們認為這件事件 其實我們看到港鐵公司已經是一路處理之中 所以我們暫時未看到有甚麼刑事的成分 所以我們現時就不會向這些執法機構舉報 我們最後一條問題 這邊第一行紅色衫這位 你好 署長 局長 升得一步 第一就想問一下 其實剛才局長就說我們悲觀 對於屯馬市開道 通道車 預期通車 你說我們悲觀 那你樂觀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第二就是當初委員會 其實那個範圍定出來時 議員其實提過就說 不如大一點整個合約去看 甚至看其他的問題 山中前其他問題 但是政府最後有決定就是 局限在月台塵板上 現在看其實是否當初應該是 是否當時更加太窄呢 另外就想問一下 現在的開作工程是否會繼續 還是你們政府是要再檢討一下 其實發生了甚麼事 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偏差 才繼續進行現時開作層板的工程呢 另外最後就是想問一下 現在你們所知的資料 現在用了那些螺絲帽 其實是否已經是政府可以認可的螺絲帽 還是你們都沒有這個資料呢 好 首先說說是 因應 沙中線紅磡站那個事情 和我們最新發現這三個 是都有落差的地方 我相信沙中線那個開通 是一定受到影響的 至於你說最快甚麼時候可以開通呢 很坦白在今天我也說不清楚 我們希望當然是儘快是在 儘快是在儘清這個建造的細節 確定了這個結構安全之後呢 就加快那個工作 是讓這個沙中線儘快開通呢 如果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發覺是有些基本的障礙 是遇不到需要更長的時間的話呢 我們現在也是邀請了港鐵公司 是就着局部開通做一個研究的 那麼當然這個也都要理解 就是在局部開通的過程裏面 我們需要作出一定的改動 包括信號系統 包括一些我們叫做 這個列車那個所謂調頭的安排 以至考慮到那個列車的運力有多多 附近道路的交通配套 那麼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麼如果我們可以將這些問題解決 我們都盡可能希望局部開通 都是對市民出行有幫助的 那麼就至於這位朋友她說了 就是COI目前那個工作範圍 只是看這個月台層板 以及連續場和相關的集結工作 我明白大家那個理解的 我們都保持一個開放態度 我亦都會親自向特首是匯報有關的事情 那麼看看我們跟進的工作是怎樣的 好 是不是還有微答 開作那裡 我來講一講吧 因為基本上剛才兩位處長都說了 當一個工程完成了之後 是有關的項目的承辦商實物的擁有人 他要向屋宇署遞交這個叫做進供證明書 去確認有關的工作是符合這個是屋宇署的要求的 包括我們剛才提到的結構安全 因為港鐵公司並未就 這個剛才我們所說的 南邊連接隧道 北邊連接隧道 以及列車停放處 是遞交有關的申請 所以那些資料 並未交到我們屋宇署的同事手上 我們需要等待他向屋宇署遞交有關的申請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 他的建造細節 甚至質素 甚至數量 以致是否符合要求 再做一個評論 好 今天記者 最後 最後 真的最後 新聞 陳朗昇 我想問一下 其實在去年三月 已經有傳媒東方日報報讀過 在這個站 這個合約的北面的隧道 其實是有漏水 要重新整個洗碟市 其實三月的時候已經有知道 剛才署長也說過 如果那個工程有問題 港鐵應該要跟你說 其實首先 其實署方知不知道這個漏水情況 現在是做了一個修復沒有 現在這次揭發的這些事件 跟那個修復工程有沒有關係 這個我也可以代答 因為為什麼 這個在北面連接隧道 去年是出現過的 你叫做Stitch John 即是不同合約之間 有些連接縫是漏水的 我們去年也都在這個立法會的交… 立法會的鐵路小組事宜委員會 也都就著有關的事宜 是作出了交代 港鐵也都就著有關的建造的瑕疵 是進行了整改工作 已經是修復了的 或者大家有興趣也都可以參考 這個是立法會 鐵路小組事宜委員會裡面的立法會文件 裡面有詳細的交代 好 今天記者會到此為止 麻煩你 多謝 麻煩你 我希望大家都很關心 但是我們在說的是全面評估策略 是分三個階段的 容許我再說一次 全面評估策略 是在我們整個團隊 包括政府以致港鐵和承辦商 都未能夠完全掌握建造細節的安排之下 我們是有一個責任去確定設計、施工 以及實際的構造的細節 去確保結構安全的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要分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在一些我們未能確認它建造的細節的時候 它就需要去鑿開一些運營土 去找出實際的建造的安排 去確認 第二個 那個層次或者階段就是 就著一些我們有懷疑的 甚至有指控說 譬如說剪短鋼銀那些 所以我們需要就著一些 叫做統計學上的抽樣 去鑿開運營土 去確認實際的情節 在這兩個階段的工作完成之後 我們還要進行第三個階段的工作 就是就著我們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所搜集的資料 那個數據和那個證據 他就進行一個研究分析 再計算才可以決定 有關那個項目 那個實際的情況如何 然後作一個最終的判斷 所以剛才這位朋友所問的 我們有關的工作仍要繼續的 因為如果我們不完成有關的三部曲 是沒有辦法去確認紅磡站 我們說連續場 這個層板的工作 是否符合香港的要求 好嗎 多謝各位 好 今日記者會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出席 謝謝 沒事 沒事